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0月22日 今天呢,我们把这个乌克兰三个主要战场上的战况呢,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总体感觉呢,就是说在这一天当中,战斗的情况变化不大 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袭击呢,我在早上已经说过了 当时是集中在中部城市和东部城市 现在呢,在西部城市啊,是也有,也有这个,这个轰炸 我就不再详述了,就说无人机也去轰炸下了,今天 今天呢,先从这个卢干斯克北部啊,和这哈尔科夫之间这战斗开始说起 这俄军呢,去炮击了这个德沃里奇纳 德沃里奇纳呢,我已经说了,库比扬斯克北部啊,比较重要的一个城市 我先把这图啊,稍微缩小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大致的位置 这是奥斯基尔河 奥斯基尔河是现在被这个乌军已经控制了 它前头这条虚线,是这个哈尔科夫跟卢干斯克之间的这个分界线 现在双方的这个控制线呢,也基本就沿着这个 这个周线啊,这个两个周的划界来进行的 俄军呢,同时在这个 炮击了这个德沃旗下以后呢 炮击了这个前方啊,控制线 也就格拉克维啊,这个方向 啊,进行了炮击 啊,格拉克维和这个塔维尼然卡 啊,这两个镇子 啊,另外呢,这个就是 俄军炮击了库比扬斯克啊 库比扬斯克之后呢,他炮击了前头 啊,也就是在这个P07公路 也就是,呃,基斯利夫卡这附近 啊,他在这个公路交汇这附近 呃,在这个下部这段呢 这个斯瓦托的,呃,斯瓦托的 这个西南方向啊 这个赖格多伊德卡切尔涅西纳啊 这个方向,这个俄军进行炮击 在这个克雷米安纳方向啊 这个,昨天呢 我们说过这个基罗夫西克 这是争夺比较激烈的 啊,特里 现在这个俄军呢 他,我们把这图稍微放大点啊 这有俩阵子 上的阵子就是特里 啊,在这个方向的这个俄军进行了炮击 并且在这基罗夫西克啊 这个与这个周界啊,相交的这地方啊 双方有直接的战斗 并不并不是光是俄军的炮击 比洛格瑞夫卡今天有两处啊,发生了战斗啊 并且在这控制线上俄军也进行了炮击 俄军呢,就沿着这个,沿着这个双方这个控制线啊 进行了炮击 在塞威尔斯克这个的 正东面,还有它的 啊,东南方向啊,进行了炮击 在索利达尔方向,这个 啊,索利达尔方向,这个还是俄军在进行进攻啊 他这个就 这不是一个长的一个镇子吗 他大概在这个西北方向,应该是已经进到镇子里了 呃,巴特木克,这个巴克木特这个方向呢 呃,还是在这个啊,它的东边啊 东边还有这个东南角,也就是从 啊,斯特勒洛达尔西克方向过来进行进攻 并且他套击了整个这个 啊,库尔九密夫卡下面这个南边的公路啊 这个是每天,每天都是这样 每天 这个战线就从来不变的啊 格尔洛夫卡也是他的北部啊 和西北部有这个战斗 啊,东西克方向呢 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还是在这个匹斯基方向 这个 呃,还有这个马林卡 啊,有这个炮击啊,还有这个战斗 啊,这个顿涅斯克这个也没什么可太说的啊 从这顿涅斯克到 呃 这个水库这块啊,这条这个南部的这条战线也是 呃,俄军还是这个有间隙,也有间隔的啊,在进行炮击 有人预计啊,就是说在这个方向可能俄军会啊,这个乌军会有突破啊 啊,但是目前现在看不出这个迹象了 现在我们最后说一下这个赫尔松州 赫尔松州呢,现在看不出双方控制线的变化啊 有人说这个在这个西部啊,乌军有所推进啊,但推进的这个也是还是有限 我们先大致说一下空线,空线这个乌军还是在从杜德恰尼开始啊,他是到这个斯尼夫瑞夫卡啊,这个斯尼夫瑞夫卡还是俄军控制 并且俄军对斯尼夫瑞夫卡这个东北方向啊,布拉格达里夫卡这个方向还进行了炮击 那在这个今天啊,乌军啊,主要进攻的方向在这个西部 也就是说啊,有,就这叫米瑞涅啊,米瑞涅啊,在这个方向啊,这个双方可能是有战斗 这个俄军啊,炮击了这个方向,大家可以大致估计一下啊,看一下这个距离 米瑞涅这方向,离赫尔松大概还有个几十公里吧,现在啊,所以目前老说这个俄罗斯会很快放弃了赫尔松 我觉得这个推测可能现在还是不成立了啊,现在呢,有些美国的媒体呢,预测可能 乌军会在六周,六周之内啊,占领赫尔松啊,并且可能在顿巴斯地区呢,取得一定的胜利 所以从这种媒体的预测上也能看出来,短期来讲,双方在控制线上不会有大的这种变化了 就是说,这种大的一手可能变化不大了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